枪枪三人行 我总是说 我干上这一行 就已经是准备不要脸了 是吧 就是你这种评论性的节目 你知道吗 徐老师了解 我在私人生活当中 我是个朋友之间 你们以为我是多八个 我是嘴醉密的人 你放什么朋友 告我什么事 就烂肚子里了 而且平常你而朋友讲 我一看人家稍微有点不想提 我绝对不会再提这事了 我非常相信 我非常相信 这个很心思非常缜密 很体贴很敏感的人 所以说两面派 对吧 但是你要是你在台上 他有的时候 这就哪壶不该提哪壶 你比如说莫言这事 莫言得诺贝尔奖 我首先要说 虽然我不认识他 可是据我的感觉 我觉得莫言是个很低调的人 而且人家得了诺贝尔奖 对吧 表现出来的是很谦虚的 老是莫言一遍一遍的说 就是我这世无英雄 数字成名 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家 很中国好的作家 有很多 是吧 人家一遍遍的这么讲 而且以莫言自称懦弱的性格 我感觉他不一定喜欢 咱们聊 对吧 甚至是聊的不好 对吧 说的我也不好意思 可是扎老师跟我性格很不一样 张老师 上次跟王猛先生在一块聊莫言 各界反应都谈得很好 因为王猛老师就是盛赞莫言 甚至就是很有君子气度 说莫言写的比我好 他就说莫言的看不下去 甚至我还经常收到一些习文 你知道吗 这让我觉得就要请莫言原谅 我是没资格的 对吗 我也不是你们圈中人 但是我是觉得可以是个话题 是个话题 因为他都得了那么大的奖了 也不在乎 行了 你绕了多少圈了 行了 去换书归正传 这一集主要讲原有 道歉够了 是不是